露西町尚在新宿完后也要好好理出的设施堂 以后就欠缺效果 最后终于关会支持这些 真是心理无留中心 云宁县国民中小学学生客桌椅物流中心 不需要的一个客桌椅 那可以呢 把这样的资源经过整修之后 然后拿到可以真正需要的地方 我想这样的概念是云宁县非常好的一个思考 164县道跨到那里面也有一个水灵国中的作品 都是用客桌椅做的 我那时候想说哇孙校长好聪明哦 所有的管理如果我们少子化的缘故 如果你们客桌椅有多余的 还是说我们自己在地的时候客桌椅已经没办法判掉了 都可以上来到这个地方修理修理了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社团我们也可以来这儿找 很怕华鸡串的设施堂也要变成流浪资源 现在经过昨天国中的设施堂不流中心 都有机会再生 继续配搬核心核四 管中所在婚马清新提案了解真实的过程 其实是人稍稍和经理质的时候就很好 还还还还很漂亮 还可以旧旧的东西不知道怎么 特别感觉有主意就有 旧有增检 我们这边后来嘉义县整个进来 大概差不多将近快一千套左右 如果有比较旧的可以替换以外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让这个客桌椅再生 所谓再生都希望各校 他们可以发挥一下他们的创意 可以做一点装置艺术 既然国中让你处的台菜桌椅中很寂寞 现在设立不流中心是正是要让无关来侯区 我们有做一个网路的平台 就是说各个国中小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可以先去那个平台先去登录 然后我们大概 我们不会说某一个需要缺粮保 我们可能会透过 物流中就透过一个整合 到时候整个说 比如说我们一段时间以后 某些需要缺了 我们会整台车这样一次绕一张出去 登录主委推动在新婚联馆政府为他车 都要以后开始靠大环保爱秀关联 要让片胸告又加一份理论 记者的加算参謀到 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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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